謝謝KID幫我介紹 大家好,可以叫我Janny就好 那我接下來講的題目是Subline Text 2 請問要在座有人沒有用過Subline Text 2 這個Editor的嗎 還是有些人 那我等一下會簡介一下為什麼我喜歡Subline Text 2 就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為什麼我想介紹這個題目 那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去年從教大畢業 然後現在在算是IBM蘭底工程師一個菜鳥這樣 那我其實開始寫python是因為在教大畢業的時候 無意間闖入了pyhark的聚會 然後從那之後 其實我在之前都沒有什麼用寫python 但是我加入那個聚會之後 我覺得聚會的人都很好玩 所以我之後想說既然我要來這個聚會 那我就是要開始寫python 所以我的開始過程有點本末倒置 那廢話不多說 那接下來我會先介紹一下為什麼我喜歡Subline Text 2 這一個Editor 那我覺得一個最快的方式是直接看Subline Text 2的官網 它官網上面有六個demo影片 然後去demo他們覺得Subline Text 2 大家會很喜歡的一些feature 那我下面列了幾個是我個人喜歡的 不見得每個人都是喜歡這些點 那第一個點是 就是它要去找Command 或是要開啟File非常的容易 因為它是使用一個Fuzzy Match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 如果很多時候我們會記得檔案檔名 但是檔名其實記得不太清楚 因為說可能檔名很長 底線在底線 或是說 你有時候會記得有這個Command 那你可能頂多記得這Command 是某些關鍵字 但你很難背出來這Command 到底全名叫什麼 那使用Subline Text 3的設計是 你可以只打部分的名字 它就會把所有Match的直列給你看 那你就可以很快去挑選你要開的檔案 或是執行你要的Command 我覺得這個是很貼心的地方 然後第二點是 它可以一次有很多選取去同時編輯 那這個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 像一般預設的Editor 它你可能一次只能夠用滑鼠邏標 或是用VIM 你可以反白一段文字 然後就針對這段文字去做編輯 但是在Subline Text裡面 你可以一次大量選取很多行 那這個時候這每一行的編輯區 都會個別可以編輯 那你可以針對這所有的編輯區去 比如說頭位幾個字元去插入某些字 那這個我個人覺得在前端非常方便 比如說像我在修改Pycon的一層頁的時候 很多時候其實Pycon每一個一層的格式是差不多的 比如說同樣一個Track 其他可能格式都一樣 比如說是國際會議廳 然後某些Speaker的格式 那有時候我想要很快速的一次 在每個Speaker前面都加一些字的時候 我可以用這個MultiEdit的方式一次對很多行去加 那這樣子就算你的Regular expression沒有很熟 你也是可以很快的去做大量的編輯 然後再來第三個我很喜歡的點是它算是跨平台的 因為我個人其實蠻常蠻習慣用Windows跟Linux 所以有個跨平台編輯器的話 你就不需要轉換上你就不需要去適應 第四個點是它的Regular expression其實是Python的 它的語法跟Python非常接近 但我沒有去比較說是不是不一樣 我印象中感覺是它的表示方式跟Python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使用它的Regular expression的時候很容易上手 如果你熟Python的話 那最後一個我最喜歡的點是它的Plugin API是用Python 可以用Python寫 而且它做得非常的user-friendly 這讓我覺得它是佛心來著的 所以我等一下會介紹 那我也因為投影片版面限制的問題 所以我接下來會用stool 來代表subline testool 就是先跟大家說明 那接下來就馬上開始 那一般來講 既然是package 一般來講 大家預期說我是可以去下載別人的package 然後放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之後就可以用這個package 那package放在什麼地方呢 你可以打開你的subline testool 然後在你的最上方選單 然後找preferences 然後往下有個選樣是browse packages 那browse packages它就會 它就會直接用你OS預設的file manager 去打開對應的file manager 然後看是你的OS不同 比如說你是Windows或是Mac 或是古邦圖 它預設的package路徑會不一樣 那打開package之後 下面的資料夾的結構是一樣的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叫做packages的資料夾 然後在這資料夾下面 每一個package都是個別的一個folder 比如說像我這邊有截圖 這是我的package folder下面 比如說有一個plugin叫ASP 然後有個plugin叫做 比如說batch file或是C++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想要新增package的話 你也一樣是在package folder下面 去開一個資料夾 然後去在裡面寫code 然後結構大致上是 就在上面的架構這樣寫 比如說package下面 你可以新增一個叫mypackage的folder 然後在這個folder裡面 你可以寫python script 那這個python script通常會是描述指令 或是event listeners 那其他還有一些功能 比如說你可以寫句集 就副檔名是用subline-micro 或是你可以指定你的選單 要把你的comment插在選單哪個位置 你可以用subline-menu去表示 或是你想要針對你的comment去做一些keybinding 你可以用subline-keymap 那還有一些其他功能 比如說subline-snippet之類的 那我這邊就不追溯了 再來一個tip就是 如果你一開始不知道怎麼開始的話 你可以打開hackage下面 有一個叫做default的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裡面 其實有把很多 你在subline-test可以使用的功能 它其實是寫成python script給你看 所以你可以 有時候你有些功能你想要用 你可以直接grap default下面的東西 然後去看它怎麼寫的 然後你就copypad貼上去 然後就修改成你想要的效果 那再來就是 我個人覺得很貼心的地方是 subline-test預設就有一個template 告訴你要怎麼去寫你的第一個comment 所以最重要的做法就是 你在你的menu bar上面 找到tools這個item 然後點開裡面有個new plugin 然後你這個你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開個新檔案給你 然後裡面就預設挺好上面這幾行 就是你要先import subline跟subline plugin 這些module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生平第一個comment 叫做example command 然後comment裡面 它有一個method是run 然後run裡面 它這行做的事情就是 在你現在編輯區裡面的位置 也就是 就是檔案開頭的地方 插入hello world這個字串 所以 只要這個comment生效之後 你執行example command的話 你的檔案的最開頭就會插入hello world下面 那你編輯完之後 你可以 比如說存到你的package下面 比如說你現在想要開個新的package 叫做hello world 那就是你有一個hello world的資料夾 然後在這個資料夾下面 把它存成hello world.py 那至於正檔名 是不是一定要跟package名稱一樣 這個其實是不用 但是大家習慣上都會用一樣的名字 因為這是一個習慣 那儲存完之後 你要讓package生效 一個做法其實是 你可以把sablan tag關掉重開 這樣就確保你的package被漏進來了 然後 關掉重開之後 你可以打開sablan console 那這個console就是 類似剛剛 就是Kid剛剛說的 一個像python的console 那你的執行方式 是按control加 這個符號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它不是單引號 它是 波浪號那個位置 只是你不要按shift 就是直接按這樣子 control加那個符號 它就會開啟一個python的console 然後在這console裡面 你就直接執行view.run 底線comment 然後example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去執行我剛剛那個code上面的example command 然後效果就像截圖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開啟的這個檔案的 檔案的前面插入了個叫 一個hello world 子傳 這就是你 就是剛開始上手的時候 第一個comment可以這樣寫 那接下來的話 再來要講到一個點是 comment的名字 其實是你要怎麼選擇這個comment的名字 其實是有一些規則的 一般來講命名的時候 一個comment是一個class 那這個class的名稱 你在取的時候 基本上是用camel case 然後加comment 也就是說比如說 假設我搞剛剛的comment的名字 改成叫hello world command 那我命名的時候 為了方便我自己去閱讀 我可能會取名稱 比如大寫hello 然後大寫world command 那之後我要呼叫的時候 就像剛剛的view.run command 我要呼叫它的時候呢 因為我取名是hello world command 所以我呼叫就會變成 全部小寫 然後hello底線world 的表示方式去呼叫它 所以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取名 要這樣的規範 但是 就是大家在命名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再來介紹的是 commend的主要有三種commend 分別是application command 跟window command 跟test command 那你要定義個別commend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是定義個new class 去繼承這些 這其中一個commend application command 是你在st2開啟的 submine text開啟的時候 它會初始化一個application的物件 然後再來windows command 則是 因為你submine text開啟之後 你可以開很多個window 所以window command 基本上針對個別window 會初始化一次 然後你可以比如說針對每個window 你要去讀說 你現在開了哪些資料夾 或是你現在開了哪一些file 這種資訊就是在window command 可以去抓 那你在commend裡面 你可以用self.window 去呼叫你現在的這個window的物件 這些資訊 或是去做一些 他們 self.window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再下來是test command 這個comend是每個window 你會開很多個file 那每個file就是會有個編輯區 所以你可以想的test command 是針對各個編輯區 去做事情用的command 那一樣就是你要去存取這個 個別編輯區的話 你是用self.w去存取它 所以hierarchy上看起來就是 一個application的物 下面會有很多個window command window下面會有很多test command 那再來就是 像我剛剛開啟的 我剛剛定義了一個example command 那我要執行的時候 我是不是一定只能用console 去輸入view.run command 去呼叫那個command 那這樣其實很不直覺 因為你也總不能叫一個 完全不懂Savante的使用者 告訴他說 請你按下control加那符號呼叫他 然後再去執行這command 這樣人家會想殺你 所以一個比較 user friendly做法是 其中一個是你可以把它加到你的command play去 然後你要把你的command 交到command play的方式是 比如說像我這邊做法是 在你的package folder下面 運用一個檔案 然後檔案的副檔名存成savline-command 然後裡面你使用json的方式去寫 基本上就是json是一個list list裡面會有很多個 然後每個dictionary是描述一個command 然後基本上常用的 dictionary的attribute 就是caption跟command 那caption是使用者 在存取這個command play的時候 他看到的顯示的名稱 比如說像我現在有個command 叫做auto-jump 然後open a file in a visit folder 然後open a file in a visit folder 那我就會寫 這樣子我覺得使用者會比較好懂 比如說像我現在有個command 然後再來的command的值就是 你在呼叫的command 他用 understore notation的表示方式 看到的呼叫方式 就基本上就是跟你的 view.run command 這個字串 一樣的字串 所以這樣子的效果就是 我打開了command play 然後我選擇了某個command之後 他就會去呼叫相對應的command去執行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keybinding 其實這 我目前的截圖跟這兩個截圖 其實是同一個截圖 那我講的是不同的部分 就是 你用command play 他會順便把 如果你有定義keybinding的話 他會順便把你定義的keybinding 寫在後面 所以像我針對我這兩個command 我有分別去定義 他要bind得到ctrl auto加j 或是ctrl auto加k的key 那寫法其實跟剛剛的 comand play的寫法是差不多的 一樣都是用json表示 然後用keys的attribute去指定說 我想要用哪些key去bind他 然後副檔名就存成sublinekeymap 然後這樣他就會自動去幫你做對應 然後再來考慮到其實很多os的key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針對不同的os去設計你的keybinding的話 就檔名會存成比如說default然後括號linux 或default括號oss 或default括號windows 然後副檔名點sublinekeymap這樣子 那如果你偷懶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直接寫default點sublinekeymap 但是這樣你要承擔你的風險的是 可能某些os上面使用你的keymap是不行的 然後再來一個是讓你的comand很容易被存取的方式是加到menu entry 那所謂的menu包含三種 一種是main menu main menu就是你的程式打開之後最上方那排menu bar 然後再往下點點點很多層的menu 然後另外一種是context menu context menu是你在檔案編輯的時候 在編輯區按右鍵 它會跳出的選單 那個是context menu 然後再來sidebar是 就是在subline test顯示介面 它會有一區是側邊欄的編輯器 那它主要是顯示你的package的檔案架構 在sidebar 如果是sidebar的話 就是你在檔案 每個檔案上面按右鍵出來的那個選單 叫sidebar menu 那基本上menu的定義也是用json的方式去描述 最後每個menu基本上也是一個list 然後這list是很多dictionary 然後每個dictionary它就會去描述 它是一個comment或是一個separator 所以像main menu是長這個樣子 比如說我在最上面的選單按preference 然後下面會有很多層 或是說左邊這個是sidebar menu 就是我在某個檔案上面按右鍵出來的menu 或是右邊這個是context menu 就是我在檔案裡面按右鍵出來的menu 然後你都可以把你的comment加到這些menu上面去 那再來具體的加法其實也非常的直覺 然後建議的我個人習慣的做法是 我會去看defaultpackage下面的subline menu 比如說像我現在想要把我的comment加到main menu的話 我就去defaultpackage下面去找main.subline menu這個檔案 然後假設我現在想要把我剛剛的hello world的comment加到 比如說edit這個選單的mark下面 然後具體做法就是我去default下面找main.subline menu 然後我找到說比如說我首先先找到edit這個 這個區塊的id叫做edit 然後再找到mark這個comment的id叫做mark 那我寫的時候我就是基本上是copy paste它的json的結構 但是把不必要的comment全部消掉 比如像我這樣寫的時候我就說edit下面 然後我在mark下面再加上mark之後 加上我的hello world的comment 那至於上面這些什麼 undo redo copy cut paste 這些就不需要寫一遍 你只要把你想要描述相對位置的那個最關鍵的comment寫出來 比如說以這個case來講就是mark 我找到mark的id 我就把它寫在這邊 然後在這之後再接我要加的位置 所以你如果是在你的package下面 你只要這幾行 然後你把它存成 你存成main.subline menu 然後存在你的hello world package下面 那之後你這個hello world package漏進來之後 它就會把hello world command 加在edit menu的mark下面 那同理就是context menu跟cyber menu 也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這邊就不多說了 然後再來一個很 另外一個很常用的是event listener 比如說有時候你可能會想要 在存檔前做些事情 或是存檔後做些事情 各種event上面你可能想要 有些相對應的處理 那這部分你就會需要event listener 那event listener寫法也還蠻單純的 就是input subline跟subline plugin 然後每個event listener本身也是一個class 它繼承了event listener這個superclass 然後在下面method你就可以定義說你要的 根據它的event名稱去選擇它的method 比如說像我這邊用unclosed 意思就是 我希望在檔案關閉的時候 跳出一個對話框 然後說 然後它的對話框的訊情內容是view closed 所以就是這個效果 就是這個很簡單的event listener 那event其實也蠻多的 比如說unnew這個event 它就是會在你開心檔案的時候觸發 然後unclone是你複製一個檔案的時候觸發 然後unload跟unclode這些 大家應該都覺得還蠻直覺的 就不太多講 然後再來一個是unactivated跟undeactivated 這可以想成 它的用語其實跟 我覺得跟vba還蠻像 就是像excel的activate跟deactivate 分別指說你現在在看的打開檔案是哪一個 比如說假設我同時可能可以開a打開 或b打開或c打開一次開很多個檔案在同一個window裡面 那我今天從 a打開切到b打開去編輯的時候 這時候a打開就會觸發unactivated的事件 因為我離開這個編輯區 然後b打開就會觸發 觸發activated的事件這樣子 然後再來一個人常用的是quickpanel 那quickpanel是 它基本上跟command play非常像 那基本上也是可以做fuzzy match 那這個好處是有些你要對話式的事件的時候 你可以比如說讓它選yes或no 或是一個list讓它選它想要的值 所以quickpanel寫法是 你直接showquickpanel 然後給它一個list 讓使用者可以去選的list 然後使用者選完之後 它會觸發undown事件 那undown的事件裡面它會多一個參數是peaked 那它是一個index value 那再來就是 一個簡單的方式是 你可以用message dialog去show說 我要去show說我這個list被選的哪一個 那這個我個人發覺還蠻常用的是 比如說有些人他會想要把 比如說git command 整合進subline test的話 有時候git會prompt一些 比如說你要選擇哪個檔案啊之類的事情 那他們就會習慣上都會用quickpanel去做掉 然後再來是package settings package其實可以 你可以有一些針對package的load 跟get set的setting 那因為時間問題 我這邊就不細講code了 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code的部分 然後package setting其實還有一個注意的地方是 你可以針對你的package 有一些預設的setting 然後他就存在 你就把它存在你的package下面 然後給他一個副導名叫subline settings 這樣大家就會知道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 每個user自己的customized settings 就可能我使用了一個command 我使用一個package 但是我不喜歡他的預設setting 比如說他可能某些 指我不習慣 那我可以把它改掉 那改掉之後 他會存在那個user的 user資料夾下面 然後也是一樣叫做 跟你預設是同一個副導名的位置 然後基本上大家習慣都會把package package setting加到man menu 去讓使用者可以很方便去修改 那基本上加法 就跟我前面說man menu的語法是差不多的 那只不過重點是通常comment 你會用open file 因為他是打開那個setting檔去修改 所以他會用open file這個comment 參數就會傳你指定的subline settings的檔案進去 所以就跟剛剛前面的可以這樣 就是主要會有兩個檔案 一個是package default的setting 一個是user的customized setting 所以你就通常會有兩個entry 一個是開啟defaultsetting檔 一個是開啟使用者習慣setting檔 對這部分其實可以抄別人的package就好 那再來時間問題可能沒辦法講很細 這個部分是subline test的selection跟region 那你可以想成是你在編輯的時候 你有很多個區塊可以去做編輯 那每個區塊 如果有寫過excelvb的可能會比較有影響 就是每個區塊就是叫region 那一個region set就是有很多個region在裡面 然後你可以再針對每個區塊去做 比如說自傳取代或是清除或是去抓它的那個 去把一整塊然後抓成好幾個行數 然後變成array傳回來 就很多個function可以去用 那我這邊就不細講 然後再來就是你想要去知道很多plugin的話 你可以看depot下面這幾個plugin去看你想要的功能 然後去挑來修改 那我覺得這些參考價值都還蠻高的 然後再來我要怎麼 我寫好一個subline test2的package之後 我要怎麼給別人 首先一個做法是你把你的package 壓縮之後檔案傳給別人 然後告訴他狀況在哪裡 然後就有這個效果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把它上傳到github或是gitoris 然後讓別人可以去clone它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覺得這些做法都實在是不太漂亮的話 你可以使用有一個 有一個developer他叫willbomb 他寫了一個subline package control 然後這subline package control就是可以讓你註冊你的package 然後別人可以直接透過他的channel去找到你的package 然後就馬上幫你下載安裝 那這部分的話細節用法 就請大家直接參考subline package control的官網 然後他也會告訴你說如果你是developer 你想要註冊你的package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做 然後最後是reference的部分 其實我寫的時候我都是直接看他的API reference 然後去猜測說我要的功能應該叫什麼名字 然後就去找那個功能 然後就去套用到我的code裡面 或者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default package下面的一些code 然後去做學習 其實我覺得savline test 2的plug in 真的還滿好寫的 它整個介面設計得非常user friendly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之後有什麼好的plug in 可以分享給我知道一下 那我的簡報到這邊 有時間問大家 那大家問我問題嗎 大家有問題可以問一下 你剛剛提到它可以繼承那個event listener嗎 然後那個event listener可以針對某種語言嗎 針對某種語言 就是說它可以 比如說我這個package只想針對python 然後我可以對這個event listener去設定它的strict的限制嗎 還是說我必須先寫好這個package 接到這個 listener之後 我再去判斷我現在用的是什麼語言 嗯這部分 我印象中它是有一個 我印象中是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沒有做過 OK 因為它不是有個指定是可以set syntax 指定說我現在這個檔案是哪一種syntax 對 我記得 如果我沒記錯 我記得是可以抓到你現在是設定成哪一個syntax 那或許你可以從這個syntax去判斷 比如說如果是python的話 我就執行 不是python我就挑掉 OK 所以它可能是要自己判斷的嗎 對可能要自己判斷 這是我想到一個workaround 但是我不確定官方是不是有support你想要的這個功能 這個可能回去要再確認一下 喔好謝謝 不好意思 不會 那還有其他的問題可以舉手 讓我們看到一下 那我問一個問題好了 那 Jenny 你寫這個plugin的時候 就是 你對這整個過程有什麼心得嗎 整個過程 就是很愉快的心得 因為像之前 如果要寫Ving plugin 你必須要學Ving language 或是你要寫別的plugin 通常 我沒有這麼熟悉他們用的語言 或是他們用架構 但是subline test 基本上 我覺得它在設計的時候 就有考慮到擴充性的問題 讓大家在寫的時候 學習曲線是還蠻平緩的 所以這是我很喜歡的部分 非常謝謝 那 不過我補充一下 不幸或是很棒的消息是 Ving也打算要支援Python的Scrib 在7.4的時候 Yeah so we will see anyway 那我們今天謝謝 Jenny的演講 謝謝